你如何做到的?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是 要肯定供應可以供應給我的客人 因為這段時間 物流和生產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不同國家之前有不同的時間 鎖下廠也不開工 到廠開工我又沒有損 或者又沒有車 時間可以說是長兩三個月 有些貨都不知道要游到哪裡 我試過一些貴一月下單 可能六月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價錢已經不用說了 你給錢也沒有貴力 價錢已經是添價了